超款的特斯拉进入诊断模式非常的麻烦 这个24款的呢 现在变得异常的简单 首先呢 把这个偷偷打游戏的网线先给它拔掉 拔网线干嘛 注意哈 一定是正在打游戏的这个网线才能够正常使用 把这个网线呢 插到诊断接口上 另一端插在电脑上 随便一台电脑都可以哈 连接好了之后 车载主机电脑现在已经识变到了 已经连接诊断功绩 我们点启用 就直接进入了诊断模式 现在进入的诊断模式呢 是一个普通版本的 可以对车辆进行一些基本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高压系统的 动力电池包的一个整体状态 包括高压系统的护锁回路 有没有出现故障 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更换防农液 要排空气 点这个地方就可以执行 换了一些制冷剂加佛的时候 点这个位置就可以进行执行了 这些都是一些基础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复杂的操作 更换一些电刀板 这个时候啊 普通的诊断模式就不可以了 我们要让它变成一个增强版的 诊断模式才行 想进入增强版呢 就需要用的砖减 砖减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笔记本电脑 要多普通就有多普通 输入这个网址 就可以直接诊断特斯拉 那么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需要账号密码 账号密码也不需要买 自己租用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这个灰色的小圆圈 然后点确认 灰色的小圆圈 什么时候变成了绿色 证明连接成功了 连接成功了之后 咱们这个车辆后桌上 有一个plus了 那么就进入了维修模式的增强版 进入维修模式增强版之后 它的功能 它的权限又大大提高了 同样我们还是点击这个高压系统 点击动力电池包 这个时候更换电流传感器 包括更换电池包 更换HVC之后 直接就可以点击进行做匹配了 还可以点击这里 更新程序 比如说更换我们后电机 后电机逆边器 都是可以进行操作的 包括我们常用的重置前车身 也可以进行执行了 普通版本的诊断模式 是不具备这些功能的 特斯拉维修其实没有那么神秘 想学习更多特斯拉维修知识 可以持续关注我